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题目是 读懂骆驼祥子才明白 一个人贫穷的根源 不是出身 不是家境 而是 网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有哪些书初看不以为意 随着年龄增长 才慢慢惊觉是本神作 有个高赞回答说 骆驼祥子 一本初中生都在读的小说 老舍笔下的祥子 本是一个勤恳政治的青年 他想靠着自己的努力 在大城市过上好日子 然而 苦难如影随形 在经历三起三落之后 祥子不幸沉没在社会的最底层 年少时 以为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时代悲剧 为祥子的不幸坎坷的人生唏嘘不已 长大以后 细数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 才发觉 一个人命运的果 其实都埋藏在他的认知里 看完骆驼祥子 你就会明白 真正置顾一个人的 从来不是物质上的贫乏 而是他们的思维 观念和觉悟 穷人要想逆袭 首先得去掉这三种思维的枷锁 第一层 扒开顽固的思维枷锁 18岁的祥子 在失去父母和吉姆 薄田之后 孤身来到北平 和许多初来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 刚开始北漂的祥子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他发现 只要租车并拉上三年 他就能买一辆自己的车 因此 祥子每天拉车 风雨无阻 经过三年的拼搏 祥子终于拥有了人生第一辆车 这本是一件好事 但他却开始忘乎所以 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什么事 能够难倒自己 他盘算着有了车以后 少了租车费 自己很快就能买更多的新车 靠租车实现致富 他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却对战争即将到来的消息 浑然不知 很快战争打响 传闻城里的士兵到处抓车 大家都躲了起来 祥子却不以为意 为赚两块钱继续上路 结果他被士兵连车带人一同掳走 新车积蓄全都没了 留给他的只剩一身的伤 祥子感慨自己的不幸 咒骂士兵欺人太甚 殊不知 正是他的太过于执拗 把外界消息当作耳边风的后果 几天之后 祥子趁乱从军营逃脱 还顺手牵走了三只骆驼 换了一些钱财 但这些钱远远不够买车 他只能再回到车厂租车攒钱 车厂的刘四爷看出祥子的窘迫 想借钱给他买车 祥子却舍不得利息 拒绝了对方的好意 有人提议呢 让祥子把钱存入银行 安全还能赚利息 祥子却认定这是一个骗局 后来精通理财的高妈给祥子出主意 让他放贷集资赚钱 可祥子仍固执地认为 钱只有放在自己手里才安全 结果一位侦探盯上了木讷的祥子 三言两语把他的全部家底给骗光了 祥子气急败坏 埋怨命运的不公 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反思过 社会在日新月异的发展 当所有人都在努力与时俱进时 他却还在固守着老一套的旧经验 这本身就是一种倒退 即便他的钱财不被大兵抢走 不被孙侦探骗光 凭他认准的人力拉车这条财路 也很快会被时代淘汰 正如爱莫生所说 庸人之所以平庸 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过于固执 人越无知 越容易固步自封 被短见蒙比双眼 由于眼前的世界 注定无法跟上时代的变迁 唯有打破固执的枷锁 以放开的心态 接受并学习新事物 才能提升眼界 做出理智的判断 第二层 拔开虚无缥缈的优越感 书中的虎妞是车厂厂长刘四爷的女儿 家境富裕的她从小就是衣食无忧 在看上憨厚老实的翔子之后 她设局逼翔子和自己结婚 然而 刘四爷却瞧不上当车夫的翔子 更不愿将操劳大半辈子的车厂便宜给外人 盛怒之下 她将虎牛赶出家门 虎牛只好和翔子搬到一处大杂院内 大杂院内有七八户人家 这里的人生活很单调 男人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每天像牛马一样忙着讨生活 女人则更辛苦 她们即使怀着孕 也要整天忙着一家老少的起居生活 等家人熟悉之后 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缝缝补补 相比之下 虎牛就像生活在天堂 她不用伺候老人 也不用为果腹三餐而发愁 这让虎牛觉得自己像一个公主一样 她羔羊着脸在院内走来走去 既彰显自己的优越 又不愿别人沾着她 她认为自己是来享受的 和穷人聊天会使自己掉价 这种想法让她在生活上更加奢侈 她毫不节制的买各种零食小吃 想在赚多少 她就花多少 其实 虎牛并非不知道没有父亲的后盾 这样乱花钱 只是坐吃山空 但她仍抱有一丝侥幸的幻想 认为父亲不忍心对她赶尽杀绝 只要过段时间回去 自己还可以养尊处优 即使后来怀了孕 她依然是好吃懒做 她还以孕妇要补充营养为由 买更多的零食 每天躺在床上让人伺候 十个月后 虎牛终于要生了 但接生婆见了虎牛之后 却面露难色 她告诉翔子 虎牛平时缺乏运动 加上长期暴饮暴食 导致胎儿比常人的要大 很可能要难产 不出所料 虎牛在疼了三天三夜之后 最终没能挺过来 带着还未出生的婴儿撒手人寰 虎牛或许到此也没有想到 自己那种虚无缥缈的优越感 竟会无形中埋葬自己的生命 生活中 我们通过和他人对比 能更好地认清自己 但在对比的过程中 倘若无法理性地看清现实 就容易在小看别人的同时 滋生出莫名的优越感 而所有的优越感 正如孟非所说 它不来自于容貌 知识 财富和地位 只源于一个人缺乏见识和悲悯 就像书中的虎牛 沉浸在自我迎舍的优越感之中 而忘了要防还未然 最终自食其果 第三层 扒开认知的弱者思维 虎牛难产而死后 为了办理丧事 翔子不得不卖掉养车 一番折腾之后 又变成了两手空空 但好在 小福子的陪伴 让翔子生活有了威光 和翔子一样 小福子也是一个命苦之人 先是被酒鬼父亲卖给了军阀 后又为抚养两个弟弟 沦为暗昌 虽然身份卑微 但小福子温柔 体贴 几乎符合翔子对李翔妻子的全部期望 然而 异想到小福子身后 还有一个适度的父亲 和两个脱油瓶的弟弟 翔子心中又打起了退堂鼓 无奈之下 他决定继续拉车 有了钱 再回来接小福子 在他的咬牙坚持之下 生活慢慢迎来转机 前雇主曹先生 在得知翔子的遭遇之后 表示愿意聘请他和小福子 并包他们吃住 翔子听完时激动万分 立刻去找小福子 可惜造华弄人 就在翔子谋逝这期间 小福子不堪嫖客的折磨 上吊自杀了 得知真相的翔子 心也随着小福子去了 他再也没有了动力去拼 去闯 他放任自己乡下坠落 以前从不偷懒的他 学会了摩阳工 原先省吃俭用的他 学会了今朝有酒 今朝醉 为了轻松赚取快钱 他放弃尊严四处招摇拐骗 甚至不惜出卖人命 换取钱财 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如今沦为一个 毫无尊严的下等人 有人说 翔子也有他的苦衷 命运的起伏里 他一次次看到希望 却一次次遭受更大的打击 但有句老话说得好 哀莫大于心思 翔子最大的为哀 并非他遭遇的挫折本身 而是他在命运的暴击下 放弃了抵抗和挣扎 起初 他对于其他撤伏的怨天游人 感到嗤之以鼻 但接连遭遇不幸之后 他反倒觉得那些抱怨 是为了自己说话 原先 他痛恨虎妞的蛮狠泼辣 却在目睹老马晚年的落魄之后 失去生活的勇气 选择向虎妞妥协 他明明深爱着小福子 却用穷人不配有爱情给自己开脱 间接导致了小福子自杀 翔子的三起三落 看似是一场不可阻挡的悲剧 可实际上 这些悲剧 皆由他一个个趋于命运的抉择所著成 正如哲学家哈耶克所说 在长远 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 在短期 我们是自己所创造观念的俘虏 人生在世 总会有迷茫无助的时刻 但真正的强者 即便身处黑暗 也努力活成一束光 所以 若觉命运不公 便和他战斗到底 扒掉任命的弱者思维 对命运是以还击 才能获得理想的人生 徐子东存说 看骆驼翔子 第一遍看的是斗争 第二遍看的是老舍 第三遍看的是自己 尽管翔子的故事 发生在一百年前的旧社会 但时至今日 现实中的我们 依然如书中人 吞咽下生活的苦涩 却仍在时代的臣服中 茫然无力 书中形形色色的小人物 用他们悲怆的人生 抛开了穷人忙碌一生 却一无所得的残酷真相 从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一个底层人物想逆袭 必须扒掉这三层皮 扒掉顽固的思维枷锁 关注时事 才能与时俱进 扒掉虚无缥缈的优越感 活在当下 才能看清前路 扒掉听天由命的弱者思维 绝地反击 方能逆天改命 愿你我贪过千贤万难 活出璀璨人生